卢州国小创课工作坊准备参加新北市政府举办的滑车比赛 学生依照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来分配工作 每位学生为了在比赛当中争取到好成绩 努力贡献自己的专业 这个专位滑车比赛量身定做的底座 可是出自创课工作坊成员之一江嘉莹之首 当初知道滑车的外形在固定上少了底座 自告奋勇帮忙设计 然后之后我材料是用这个梯形块 两个这样合起来 然后之后方块 因为这里没有长方形 所以就这样 这样可以把它压扁 然后这样做一个模型 可以就稳固 稳固可以支撑上面的物品 然后实用性要高一点 我觉得我是可以自己应该可以完成 所以我就想说来帮忙 要设计出好用的底座 得先了解需求是什么 然后再自己画出设计图 最后还要转档成3D印表机 可以使用的图档 设定好机器就能拿到成品 他要先3D列印转档 然后这里再用SD卡这样转过来 这样让他里面可以选择那个设计 之后在这里进行3D列印 这里好像上次写是两个小时半 然后他下来就完成28%了 这刀自己设计出来的底座何用 江江银觉得相当的有成就感 他也期盼这个看起来小小的 不起眼的小道具 可以在比赛场上发挥最好的作用 记者方见凯琳锦鱼如旧采访报导